江彻还是给吴翠萍发了消息 不是照顾萧小鱼 他知道萧小鱼虽然少言寡语 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还是能够自己处理好的 他去公司的时候 萧小鱼就已经做到了 也同样不是让吴翠萍 直接去教萧小鱼什么 萧小鱼不愿意这么做 既然给吴翠萍添麻烦 那么江彻就换了一种方式 让吴翠萍给萧小鱼多安排一些 能够让他成长的工作 如果萧小鱼做得不够好 那么再由吴翠萍去给他指出来 这种模式比起吴翠萍 直接去教给萧小鱼些什么 要更能够让萧小鱼成长 吴翠萍按照江彻的吩咐 开始给萧小鱼 安排起了管理阶层的工作 安排好了之后 他特意推了几个需要外出的工作 在办公室里等了一天 可是一直到下班 萧小鱼都并没有来找他 他本来以为萧小鱼 是不愿意麻烦自己 他也算稍微了解到了一些 萧小鱼的性格 知道即便自己再三说 如果有哪里做不明白的 就来办公室找自己 这位老板娘也不见得会过来 给自己叨扰 吴翠萍照常下班回家休息 准备明天的时候 再去找萧小鱼一趟 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回家吃完饭 泡了个澡 喝了杯红酒 准备睡觉至今 他的手机忽然叮咚响了一声 拿起看了一眼是谁的消息 吴翠萍本来是打算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已读不回的 结果一看 是来自于萧小鱼的微信 给自己发来了一个文档 看到这儿 吴翠萍蹭一下 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脸上的面膜都掉了 一阵控制不住的毛棱涌 上心头都打了个寒颤 他可是太知道 自家老板娘 在老板心里的地位了 加班到现在 这老板不得扒了自己的皮 老板娘怎么能加班到现在呢 自己当时 说是什么时候 要这份文件来着 好像 好像是忘记说了 坏菜了 坏菜了 吴翠萍连忙解锁手机 打开了萧小鱼发来的文档 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查阅了起来 他本来还是犯男的 老板娘辛辛苦苦加班 发来的文档 自己是该不该说不好 不说吧 老板交代的 让他带着老板娘成长 可说吧 老板娘加班到现在 再被自己说 加班的成果不好 那自己岂不是 吴翠萍本来一点也不觉得 把萧小鱼安排在自己的部门 有什么压力 但现在她的压力 挠一下就上来了 而几乎要出一脑门冷汗的吴翠萍 在看萧小鱼发来的文档以后 神色逐渐又有了变化 从压力山大 到表情逐渐平复 再到懵懂 最后变成了满脸的错愕震惊 平复的原因是 老板娘做的这份文档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而震惊是因为 越看到后面越发现 这何止是不错 这简直就是太好了 这份工作 让他这个人事不偿 亲自去干 最终的结果估摸 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这 这真是一个刚 进入职场不久的人做的 错愕间 吴翠萍脑海里 浮现出了僵侧的身影 这夫妻俩 都是妖孽啊 出去玩 出去玩 大家一起出去玩 陈云松 你能不能安静一回 我这不是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 有点激动吗 面对老婆的呵斥声 陈云松有些委屈 但刘涵并没有放软态度 气得只想踢他一脚 从昨天晚上 一直念叨到现在了 连说带唱的 出去玩这三个字 说了上万遍了都 你自己就不觉得烦吗 不是女人婚后 普遍会变泼辣 而是陈云松结婚之后 可能是生活太幸福了 肉眼可见的 一天比一天二逼 五一加七 江车这个甩手掌柜 五一不五一的 倒是没什么 但难得大家都休息 正好一个地产开发商的老板 刚刚开发了一个度假别墅区 送了江车一套 别墅也已经装修好了 就叫上大家一起去玩几天 放松放松 昨天收到消息 陈云松就进入到了兴奋阶段 一直从昨晚哼哼到了现在 昨天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醒了以后 俩人一人背了个包 就出发了 出发前往了隔壁江车家 不多时 一辆特制的商务车从云七玫瑰园驶出 司机开车 吕涵坐在副驾驶 中间一排是江车和肖小鱼 陈云松小夫妻俩坐在最后排 虽说是最后排 但特殊型号的大商务车 最后排也非常舒服 如果不是才刚起床不久 陈云松现在都已经睡住了 陈云松前段时间也已经在县余入职 在技术部跟着两个表哥跟了一段时间 二人对陈云松的工作能力 跟工作态度都表示了肯定 正好县余集团正在开发董车DAPP 江车直接给他调去了那边 当了个小的工作组组长 培养他更多高阶层的工作能力 肖小鱼这边 在总部公司也已经当上了组长 老板娘在自家公司里工作 没有工作多长时间就当了组长 自然也没人会多说什么 但是肖小鱼这个组长 却并不是这么当的 是因为吴翠萍发现了肖小鱼的能力 实在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厉害 这才给他提拔到了一个空着的组长位置上 吴翠萍给江车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一开口就有些激动地说 是人才就应该用 而不是做什么亲缘避讳 江车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见 当然不会叫停 全权交给了吴翠萍做决定 吴翠萍的决定就是这样 他还觉得给肖小鱼只安排的组长 还屈才了呢 而肖小鱼转到了组长岗位上以后没多久 本来就没什么意见的人事部 其他员工更没什么意见了 因为肖小鱼本身的能力就摆在那里 没用多少时间 就让所有人看到了他能够出任这个岗位 是真的因为足够的能力 让所有人都对这位老板娘是心服口服 小车 那个二手车模块是我们的团队在做的 你看过样品啊 没有 出来完了 自然就不再聊工作上的事情了 但陈云松实在是忍不住想跟江车聊聊这方面的事情 他这个当事人都不介意 江车自然也不会 说着说着 话题自然而然的就到了其他方面 不知道怎么说起了陈云松中学的时候 打饭擦倒 钻进了教导处副主任人称 灭绝失态的五旬女老师裙子底下这件事 刘涵笑的肚子都抽了 大巴车行驶在高速路上 前方有无尽的蓝天白云 车内一片欢声笑语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下了高速路 车子开进了山路里 虽说是山路 但都很平坦 即便是大型商务车也毫无半点行驶压力 很快 车子行驶进了在一片一山傍水中 坐落的别墅区内 送给江车的那套独家别墅 在整个别墅区最好的位置 开车顺着别墅区内的路 一直走到最深处 从入户门方向看平平无奇 但进到别墅内 看向另外一面 立马就会被绝美的风景震撼到 阳台外 是一个巨大的开放露台 露台的下方 就是潺潺的小河流水 河水蜿蜒 在不远处的两座 长满郁郁葱葱树木的山林中间处 流淌而过 不见镜头 隐约见 半空中有云雾缭绕 将那密集的树叶 更加郁郁葱葱 空气真好啊 陈云松小跑着上了露台处 张开双臂 深深地呼吸了一大口 激动说道 确实不错 江车看过这里的照片 来到也还是第一次过来 身临其境的感觉 比起在照片里 要好了许多倍 萧小雨走来 站在了她的身旁 她侧目看了一眼心爱的人 双手架在嘴边 仰头对着那两座大山 放声大喊 啊 她喊得很大声 喊得很畅快 前世这个时候 她早已经开始创业 现在正在事业的起步期 虽说也是前途无量 但相比于现在来说 还是差得远了 不过 众活一世 对于江车而言 混出一番名堂 拥有傲人的成就 在很多方面 都拥有话语权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 更好地弥补前世的遗憾罢了 为了父母能为自己骄傲 不让他们为自己担心操劳 为了年少有味 不在自己最没有能力的时候 遇到自己最想保护的人 欲买桂花铜载酒 终不四 少年游 江车以前不是喜欢这句词的意境 不同的年纪 做同样的事情 终不四少年的时候 但人生重来一次 重新从少年时期走过一遍 再看这句诗 就又有了别样的意境 以前江车总是看到一些鸡汤 说什么没有遗憾 那还叫人生吗 试图去安慰人们 心中的一难平 但一难平就是一难平 鸡汤是没有办法安慰到的 而想要真正获得安慰的办法 就是推翻这句话 众活一次 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 江车侧目看向了身旁的家人 前世永远的遗憾 这一辈子已经被自己养得好好的 成为了自己妻子的女儿 萧小鱼察觉到她的目光 也歪头看向了她 鸣嘴一笑 璀璨生花 耸间深吸了一口气 她竟然也学着江车 双手架在嘴边喊了一声 第一声没有放开 不够用力 她紧接着又喊了第二声 第三声 从小的悲惨生活 让她养成了极度内向的性格 因为她没有依障 没有底气 活下去的步履为奸 生怕说话声音变大 多说一句话 都会造成什么麻烦 让本就困难的生活 更加雪上加霜 而现在 她的底气就在身边啊 这是她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喊得这么大声 新书 重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已经四十多万字了 求支持 江车和萧小鱼喊完 老黑和刘涵 也跟着喊了两声 俩人感受不到江车和萧小鱼的意境 喊了两声 也不知道意义在哪 反倒嗓子有点呲 咳嗽着回了屋 不多时 又有车子来到了别墅里 陈云松和刘涵 去了楼上的房间里 收拾他们的东西 江车和萧小鱼来了门口 萧小鱼学姐 先到的是一辆黑色的大众 副驾驶上下来个 好像壮汉的身影 三步并坐两步 就朝着萧小鱼扑了过去 可喊声却是一道女生 定睛一看 不是苏和又是谁 有段时间 没跟萧小鱼见到的苏和 看到萧小鱼无比的激动 正是跑出了猛虎下山的既视感 跑慢点 大哥 跑慢点 窦鸣从主驾驶上下来 追着苏和直喊歌 一副急得快冒汗的模样 怎么跑两步 能把你紧张成这样 苏和怀孕了 江车挑眉看着窦鸣 江车就随口一说 却没成 想窦鸣闻言 确实挠头黑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 把萧小鱼和江车 都给笑愣了 萧小鱼歪头 看向了身前一米远外的苏和的肚子 真有了 真有了 窦鸣憨笑着的模样 虽然像是个憨批 但全身上下都洋溢着幸福 那天楼下便利店关门了 我说不行不行 他非说没事 这下好了 苏和一脸愤然地怒射了窦鸣一眼 我还不想结婚 更还不想生孩子呢 真是被他骗惨了 如果不是他态度好 今天他就是坐着轮椅过来的了 嘿 窦鸣嘎笑了一声 扯了扯苏和的衣服 咱别什么事情都往外说啊 说怎么了 又不是外人 你自己做的操蛋事 还不让人说了 苏和是真的火气很大 窦鸣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进了限于旗下的一个直播平台进行工作 福利待遇跟工资都很可观 这段时间 都是他在照顾窦鸣 窦鸣毕业 他也算是上岸了 他不打算考研 打算开个花店什么的 好好享受几年青春 享受几年生活 结果莫名其妙的 就被骗得要生孩子了 江彻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看着二人 萧小于嘴角也翘着 他轻声问道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只能是这几个月了 不然显怀了 到时候穿婚纱不好看 也容易惹闲话 虽然我是不怕 但我不想别人说小和 我跟家里商量的是 下个月就办 哎 窦鸣嘴上全是迫不得已 脸上全是奸计得逞的笑容 爱声叹气完美 忍住扑呲笑了 气得苏和抬腿就要踢 被窦鸣连忙抱住 错了错了 我错了 虽说是意外 但宝宝是无辜的 看在宝宝的面子上 原谅我这一次 见死了 别把我腿 俩人打得闹闹 一副欢喜冤家的模样 江彻和萧小鱼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彼此 彼此相对而笑奸 萧小鱼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小腹 再度抬起头来 一双空灵的毛子里 充满了别样的柔和 江彻迎着她的目光 上前去揽着她的腰肢 将她拥入了怀里 两个活宝打得闹闹了一通 进了别墅房间放置行李 收拾东西 接着又有一辆白色的 帕拉梅拉行驶而来 开车的是陈韵 白西云带着白瑶坐在后座 副驾驶上是金发碧眼 风乳翘臀的大白羊妞 小鱼妈妈 阿彻爸爸 小家伙 长得这么快 又长高了 小萝莉已经长大了许多 以前直到江彻的大腿处 现在都快要到肚脐眼了 但见到江彻跟萧小鱼 就冲上来的抱住他们的习惯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小鱼 好久不见 韵姐 阿云姐 好久不见 萧小鱼跟陈韵和白西云 相互点头打了个招呼 嗨 小鱼 你又漂亮了耶 Oh my god 这身材也更好了 今天晚上能跟我 睡一个房间吗 我想研究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长的 凯西是截然不同的热情 几年下来 她已经到了 能够全程跟人中文交流的地步 虽说磕磕巴巴 但起码能听明白 她在说什么 小小鱼也听明白了 她的意思是想跟自己睡一个房间 研究一下自己的身材 是怎么这么好的 小小鱼英纯清明 微笑说道 你也不差的 可是你这也太夸张了 凯西惊叹地笔划了一下 但就算睡一个房间 应该也是研究不出什么来的 小小鱼顺着她的笔划 低头看了一眼 轻轻揉着抱着 自己的白摇的脑瓜 凯西嘻嘻一笑 研究不出来什么看看 也行啊 江澈 你等我干嘛 不给看就不给看嘛 这羊妞实在是跳脱 江澈摇头笑道 凯西你要是很闲的话 可以去上小学 好好纠正一下 你这一嘴的羊肉串尾 凯西突然两眼放光 待会吃羊肉串吗 我喜欢吃的 就是他们两个说 吃多了上火 江澈 来大夏这么多年 凯西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从一个 对吃这一方面 要求并不是太高的人 变成了一个天天一听 哪有好吃的 跟汤姆被小白猫召唤似的 一秒就能贴过来 而且还真是有什么吃什么 一天估计 要吃四五顿饭 虽然听说 她每天早上都有在跑步 但是 跑那么一小会消耗的卡路里 显然是不够的 可这么多年下来 她的身材 也没有现有多少变化 呃 好像胸跟屁股大了不少 这还能指向性肠肉的 江澈觉得 她更该好好研究一下的 是她自己的身体 待会是安排了烤肉 不过不是羊肉串 江澈说到一声 聚到了帕拉梅拉的车位 打开了先被后备箱 帮他们把行李提了下来 说道 别在门口聊了 先进去吧 挑两个房间收拾一下 轻呢 凯西上去 帮江澈提了一个包包下来 问道 我姐他们 应该也快到了吧 江澈看了一眼手表 她这边话音刚落 就听到有车子行驶的声音 顺着公路往前一看 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出现在了视线里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行驶而来 给缸了解开了一个小节目的声音